在内地的继承法有一个概念叫法定继承 是指一些朋友如果没有立遗图的情况下 是根据法律指定的继承人而分配他的财产 法定继承人有两个顺序 第一个顺序是配偶 爸爸妈妈和子女 如果第一顺序中是没有任何的朋友 那我们就去第二顺序日 将会分给兄弟姊妹、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如果立了遗图 而分给的人不是在继承法的法定继承人 任何一种 这件事叫做遗证 遗证人有个特别事情要注意 就是你知道遗证后两个月内要通知人 表示你要接受遗证 否则遗证就会无效